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次发布会的核心人物苏培博士 一位在抗癌领域生更多年屡创奇迹的科学家有请 大家好 我是苏培 今天我将公布一项激动人心的决定 我宣布将新型抗癌药物的专利正式面向全世界开放 三十万彩礼少一分 这个分我都不结了 小婉我爱你小婉 你爱我那你就更应该顺从我 三十万彩礼我和我妈再攒了 你让她嫁给老孽头 她有钱这三十万她轻松该拿得出手呢 我告诉你 我怀疑是你的儿子 你这彩礼赶不出来 我现在就把孩子打了 好 我这就去劝劝 儿子 这怎么了 妈 请你帮帮我 你起来说我是你妈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好吗 妈 小婉她妈说给你找了老伴 台里能给三十万 儿子 妈知道你着急攒钱去小婉 你也不能把妈妈给卖了 妈 你都单身二十年了 我是心疼你 所以才给你找到老伴 我怎么吃了这个链子 你吃啊 这顿饭我请 我不饿 你是老链头吧 媒婆说你娶我会给彩礼 你要什么彩礼 我要三十万个彩礼 什么 你要三十万的彩礼 你真把自己当花花大闺女了 瞧你这样 都绝经了吧 媒婆说你会给彩礼我才来相亲的 爸 我不想出国了 哎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的宝贝女儿 那新建的实验室 我总得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去作证吧 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你不帮我 那谁帮我呀 哇 你看到你 谁照顾你这个工作狂啊 哎 爸 要不 我给你整个老份吧 可以 可以什么可以 五万彩礼 哎呦 我不要 五万太少了 我嫁给你 你借给我三十万 我做保洁每个月工资三千 十年内还清 那 我要离自履 婚后 你的工夫 要全部交流 加入活 你全包 可以 白嫖一个漂亮的媳妇 能醉能干活 嘿嘿 倒也不亏呀 有了这三十万 我儿子就可以娶自己喜欢的人 儿子啊 你可要幸福 我真的要为了成全儿子的婚姻 交给这样一个男人吗 我还有家务活没有干完 我先走了 小娘们 你逃不出我的 五子山 老爷 这里对你现在 兔子地 二十年了 六十年 对 对 我又回来了 不要去见一位以前的老龄女 帮我准备一套低调的衣服 是 所有人都不要跟着我 是 你小心点 不好意思 娘们 你别跑 咱们去梁正 啊 娘们 你别跑 咱们去梁正 啊 最美不过 夕阳红 魂心 有 从容 夕阳 是 我 开的花 哎呦 哎呦 王爷 我怎么 跑不得了 放开了 跑不得了 哎呦 大妹子 你怎么不耍啊 体力活干得多 跑几步不算什么 行啊 那老头子为什么追你 那是梅婆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我儿子要结婚 缺少三十万的彩礼 那老头 愿意出钱娶我 我用这笔钱 给我儿子娶媳妇 啊 你还单身呢 我已经离婚快二十年了 我前夫出轨 我和儿子过 笑谱 我给你找个老伴吧 哎 哎 你家给我怎么呀 啊 什么 站住 站住 哎 你干什么 你个不熟父导的女人 啊 你才刚向我要了三送 往他踩你 你出门就供应其他老头 我没有答应嫁给你 你来相亲不就表示答应了 你还吃了我一份炒饭 你给我过来 哎 别动 放手你啊 他答应相亲 并不再给就嫁给你 只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报警了啊 我报警了 小样 你给我等着啊 我 都没了 哎都没了 都没了你别吓我 是谁让你住院的 到住院一天 要花多少钱吗 你们是什么人啊 在月宝山安静 你们是他儿子 我妈怎么办 低血糖 平时不要太累 按时吃饭 随身带点糖 没啥事 好 我就知道 他要在装病 我现在赶快联系了念头 要不然这三十万要打水漂了 真是吃啥啥没勾 干啥啥不行老废 这次上亲 执续成功 不能失败 要是拿不出那三十万 付出这个婚 我不结了 孩子 我也不要了 小婉 不要打电我的儿子 我去往贷 去卖房 我去卖肾 我一定能错过彩礼钱的 孙童梁 你在胡说什么 妈 小婉肚子里的是个儿子 你们两个都别闹了 今天有人答应给我三十万 我会尽管跟他结婚 真的吗 太好了 小宝贝 不要记得奶奶为这个家 做出的牺牲 以后长大了 你不要孝敬奶奶啊 老公 宝宝说 他想吃小龙虾 你看吃 好好好 你们马上去 妈 你能自己回家吧 我可以 那我们先走了 老婆 老婆 那我哪里钱 水管 大哥 谢谢你啊 医药费的钱我会还给你呢 那不起 那没呢 我现在也正在找老伴 我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人品好就行 我叫李小娟 我再婚的唯一要求就是三十万财领 我那儿子不争计 我那儿子不争气 说我这大妈的没教育好 你要嫁 我要去 你看我 你看我行吗 你说什么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 我也想找个宝贝 可我就是个宝贱 我收入不高 你抱歉 我宝贱 咱俩 剩一对啊 行 走 咱们临阵去 啊 这么急啊 那现在去去呢 你知道吗 甜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啊老公 我先去家 我先去房间 老公 小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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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 流这么多血 你还能不死啊 我儿子怎么会被车给撞的 李小薛 你手里拿的什么 结婚证 你跟老孽头结婚了 他怎么没告诉我 不是老孽头是个别人 什么 老孽头还在等你 你怎么能跟别人结婚 三十万彩礼就没了 老孽头就是个火坑 老孽头哪里不好 他愿意花三十万 娶你这个老窝窝 你新找的那个男人 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够了 你们就知道要彩礼 我儿子还在里面抢救呢 要是我儿子没了 你们的彩礼一分钱都没有 妈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个老婆婆呀 当寡妇当久了 受不了了 随便找个野男人领证了 证了 我们三十万当手 他犯贱被白嫖了 白嫖 李小泽 我让你跟老孽头结婚 你跟别人领证 干什么呢 保持安静 李小军 你把彩礼弄没了 那就不要怪我 向你儿子下手 去年买的意外血 受盈 可是我 不是 我儿子怎么样了 人救回来了 伤了头部 暂时昏迷 去交一下费用吧 交费 去拿钱 老苏 老苏你快接电话 老苏 老苏你快接电话 什么啦 你的野男人 不理你了是吧 你要是乖乖地跟老孽头结婚 会有这么多事吗 重司司机呢 他应该赔钱的 司机跑了 这些事都是你作的 你儿子的救命钱啊 这个世道 怎么用你这种妈妈呀 你赶紧和那个野男人离婚 跟老孽头结婚 马上就能拿到三十万 小婉 你先妈 一定付一下医药费好吗 先出冬粮好不好 不可能 现在的住院费 还是我付的呢 现在没钱了 我们家还有事啊 先走了 再不走啊 就又要交钱了 我孩子该怎么办 我该去哪儿拿这些钱了 我该去哪儿拿这些钱了 支付宝到账三十万 老苏 老苏你终于给我拿钱了 看 你爸我结婚了 看 行啊爸 你这也太速度了 这阿姨是谁 我要去见见 宝贝女儿我跟你说啊 这个阿姨啊 人特别的好 她还不知道我董事长的身份 我跟她说 我是猫啊 对了 千万别给我说零嘴了啊 爸 你这也太新潮了 不仅闪婚 还搞角色扮演呢 哈哈哈哈 喂 喂 喂 小娟呢 哈哈 我下班了 我过去接你下班好不好 我在第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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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 你别哭啊 我马上过来 我不是跟你说 保险金没下来之前不要找我 你是肇事者 我又是伤者未婚妻 你们关系如果被发现 一定会被怀疑的 我还有等格角 之前说拿到彩礼三双 我们就私奔 现在还有等什么保险金 等拿到保险金一百万 你们就远走高费 一百万 不是小数目 难道不值得等 我能等 你肚子里的孩子能等吗 拿了钱你就私奔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任其他男人当爹 什么 他没死 早知道 我就应该倒车再缠压一下 他现在就靠游戏为生了 哪一天 我当然习惯了 相信你 我真的好想你 哎呦 小军 老苏你来了 刚在工作上耽误时间 我来晚了 没事 你愿意来就已经很好了 人怎么样了 他被车给撞了 撞到了脑袋 一直昏迷不醒 哎呦 静儿 你别担心啊 肯定会好起来的 啊 哦 对了 我打听到这么一个地方 这家营业啊 现在有一个活动 专门针对脑部受伤的病人啊 开设了一个实验病房 里面配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 和最顶尖的脑部专家 咱 啊 儿子肯定会好起来的啊 真的 阿姨我来了 嗯 阿姨 亲家爱 亲爱 我儿子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钱不够了去缴费 好 马上就去 等等 你怎么会有钱给缴费 你是不是说说给我我三十万财力行 你拿我的彩礼钱去给你儿子缴费 你是真的不想要我肚子里面这个大孙子了是吧 等着我儿子跟着尿 我不去去 把卡给我 怎么还不提缴费 谁 你人都要死 还花我的钱 别管我 你把我抢下了 那套房要抢先了 幸算的你可不能死啊 现在赶紧醒来跟我去结婚 行了 你别太难过了 先生已经看过报告了 说醒来的希望很大 你醒来就好 我肚子也扔了胸 像我去消息了 好 你先回去休息 这有我呢 真没想到 我挽着孩子这么喜欢我儿子 原来不是我儿子一个人恋爱呢 这也算是双相吩咐吧 是我儿子你也说是什么 你妈说那个李小元一定能嫁人 我给了他五千元借责费 现在女人没了钱退给我 不敢乘财 但是 我可以让你陪他生命中说 就这么说定了 要是让我能睡来的 借责费我就不要 行 小婉 你来了 我刚打了早饭 你要吃吗 刚护士又来催交烤 又要交钱了 这十万块钱才花几天啊 就你那个东西 你也知道钱不扛花呀 我看还得挺不了几条 那我该怎么办 你去我房间里面 床底下有钱取出来用吧 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什么你的我的 现在救阿良最重要了 我肚子大 行动不变 拦着走 你去哪儿吧 我 谢谢你们 行动啊 人已经过去了 大妹子 我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在这儿 哈哈哈哈 我要让你新老公 变成绿马王吧 嗯 啊 我看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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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救命啊 哈哈 你让人睡 我可是罢了钱了 大哥 你给我几分 但是你我就是 我 哈哈 你真的不敢 大哥 我为什么 不是 为什么 我还要照顾我医院 你的儿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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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出来吧 对 对 进来烧啊 哈哈 啊 啊 啊 你跑不掉了 放一道 小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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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老的 救我 你敢动我的女 我要把你送进监狱 你一辈子闭上出来 老婆 谢谢你 你刚才叫我什么 老婆 你要求了我一次 老婆 老婆 你不用担心医院费的事 钱我全部准备好了 我带你回医院 你怎么又来了 我需要你再忍忍 说是等他死了我们就在一起 你现在要救活他 什么意思 亲爱的 他家马上拆迁了 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只有跟他领阵 才能拿到拆迁费 你婆婆 能把拆迁款都给你啊 你身在老太古啊 他现在应该在老孽头的床上 等他凉领了这 一天给他拔鞭 我不来多久 等我拿到拆迁款 我们三口的好日子就来了 你还要 你还要 我按照 我的是 你还要 你还要 不然 你还要 你还要 我能把我拿到有 都没有 呃 幻房 我没说过幻房啊 幻房是不是要交好多钱呢 不用钱 幻房有助于你儿子早日恢复 来这就反咔拿好了 谢谢你 别别别不用动不动就去勾我 不好啊那个 呃那这样你先去病房陪孩子 我去跟主任说点事 嗯哎主任你别动我 这这主任人真好 丁小军 你怎么还和那个穹黄蛋在一块 叶老头呢 叶老头现在应该在橘子里呢 哎你这个人我好心 给你介绍对象你倒好 给人送进橘子去了 主任真是个好人 不仅给我换了房 还安排了专业的护工照顾 我终于可以安心回去工作赚钱了 小军 你有没有想过一夜复复 当然想过 可这世间哪有这么多没事啊 踏踏实实的活着才最重要 老苏啊 我相信苦难都是暂时的 只要我努力 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哎我是说如果 哇又是假设 假设你有一夜报复的机会 你会不会 人生哪来这么多如果 以及白日做梦 我更相信 勤劳创造财富 哦是 是这样 刚才忙着换房间的事情 咱俩都忘记吃饭了 医院的饭太贵了 要不忍一忍 我们回家再吃吧 那个 我其实去院门口啊 有一家焦香饼特别好吃 那个 我现在给你去买一下 不用了 没事 我买着你在这等着我啊 等我 哎 老苏 等着我 老苏 李小军 真的是你啊 小军 孙副棍 你怎么坐轮椅了 哎 这个说来话长了 你在这干嘛呀 我在等我老公接我呢 你结婚了 嗯 你怎么能结婚呢 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说过要守着孩子过一辈子的 你可以出轨 我怎么不能再婚了 我才离开一小会儿 你们两个就勾搭到一起了 干什么打人 告诉你啊 这打人物不起劳 你是从哪儿崩出来的 关你什么事 我是她丈夫 你来得正好 管管你老婆 别那么勾三搭四的 连个汤子都不放过 孙儿 没事 有我在呢 有什么事 我跟你撑有啊 我没事 想回家 好 咱们回家 等等 你不能走 你算哪个 从来凭什么限制我吧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回去照顾你儿子 东阳那有护工 你我专业 我得回去工作赚钱 咱儿子也在这家医院 他他在哪个房间 扣带我去 是专姐呀 好久不见呀 他就是二十年前破坏我家庭的第三者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 我和富贵啊 那才是真爱 你和我闭嘴吧 你真恶心 走 不知道你捡这干什么 这东西又没脑 别浪费了 二十年前你斗不过 二十年后 你依然要为我接盘 我可以摆脱这个摊子了 拆签款你一份都别想拿到手 耍得你 打场那些女主播 凭什么 就凭这房子是我爸妈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了 你 我就知道这李小军 他没安好心 拆签款下来了 一定是被他藏起来 难怪有钱给儿子换病房 还请了个护工 李小军 你好狠的心啊 手拿几百万的拆签款 不给你儿子娶媳妇 你儿子现在变成植物人 都是因为你自私得的报应 小婉 什么拆签款 我根本没有拿到什么拆签款啊 我别装了 你每天像房贼一样防着我 你可要知道 我肚子里面这个 是你们家的大孙子 说吧 拆签款下来之后 要分多少 给我们顾位管理 小婉 我儿子还没有死呢 医生说他有希望醒过来的 那是医生给你画的大饼 要不我们能继续往外掏钱吗 他现在伤得可是脑子啊 他成为植物人 跟死了 没有区别的 小婉 走 咱们回家关起门来 再说这事好吗 走 各位街坊邻居 你们都来给我评评礼 李小泉 收拿了几百万的拆签款 不愿意还那三十万给他儿子娶媳妇 让我这个戴了肚子的孕婦 自处奔波 我的命好苦啊 别闹了好不好 走咱们回家说 别闹 你选择这奴隶取闹啊 拆签款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钱怎么支配 那是他的事 林军文快看了 他就是林小泉的好老伴 他来一个联合起来 欺负我这个大肚子的孕婦 你们快来看啊 李小泉再婚了 都多大年纪了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虎实坐地能稀土 这个时候他想的人想到 孙子要叫了 你这个毒妇 你说你是要钱 还是要肚子里面这个大孙子 小婉 我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拆签款 爸妹子 听句劝 有钱啊 给儿子孙子花 不要给后老伴花 暴露的夫妻心不肠 你给我闭嘴啊 这件事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吃软饭的 好什么好啊 喂 我儿子醒了 我儿子醒了 醒了 太好了 醒了就没事了啊 走咱们去医 走走走 看什么看 都散了 没看过我戏吵架是吧 孙栋梁能跟恋爱 一定会脑补很多有的没的 我就等着看好戏啊 阿姨 小婉呢 我现在想见小婉 你这孩子 一醒来就要见小婉 可是我家小婉啊 无福消瘦 小婉怎么了 可怜我家小婉大着肚子 却要被 孩子 孩子 你终于醒了 妈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给我收这么好的病房 儿子 这房间是主任给的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妈会解决的 你安心养好身体就好了 好吗 妈 你别骗我了 我都知道了 开发商给了那么一大笔拆钱费 是不是被你独吞了 拆钱费啊 我根本没有拿到一分钱啊 你究竟是没有收到钱啊 还是拿那些钱去养野男人啊 什么野男人啊 妈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都一把年纪来 竟然还学别人养男人 你真是门老不尊啊 我要抱歉 那个野男人欺骗我妈感情 抹去我家欠财 我跟他已经领证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 还有 你说的那笔拆钱费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不信 你不信 你大可以去问问左林右舍 你看看谁拿到一分钱了 糟了 是我心情了 千千块还没有发啊 好了 都别吵了 人醒过来就好 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们就谈谈两个孩子的婚事吧 再跟你们谈婚事 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冲冲洗 还能让你儿子好得快一点 三十啊 妈 你怎么可以用那笔钱呢 那笔钱是我取消晚的呀 我救你有错吗 要不是那笔钱你现在 可是妈那笔钱明明是我取消晚的 没有那笔钱 不过是差点猜利 阿姨 你打倩调给我 房子 交我的女人就 我跟你儿子 先去结婚 你怎么就答应了 小婉 你真的应该先跟东梁结婚了 我跟东梁 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 我们也有了爱的结晶 会让那三十万 也都是为了孩子啊 你放心 阿姨一定不会亏待你跟孩子的 我真正回去准备 我先累了 我想休息了 当初是你让我配合你 不拿到彩礼绝不结婚 现在怎么变卦了 当然虚爱情 鬼话连篇 你猜我心目 不好意思啊 来了 你等很久了吧 没有 我也是刚到 我儿子终于要办婚礼了 我来添置些婚礼用的东西 好啊 那咱们看看呗 老年头 你给我介绍过什么东西 你不是说好男人吗 啊 今天给我送到橘子里 让我多了好多天 我是那个李小娟 是他不知道好蛋 是他不知道你的好 啊 收了我的宝没钱 你就必须给我找个媳妇 啊 好 我认识好多漂亮的都介绍过来 给你认识 让你挑 嗯 帅 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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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那不错 这是我新买的 那也是花我那钱买的 其实呢 我觉得你就不错 哈哈 不行 我是要老公呢 啊 你不说 我不说 你老公永远都不知道 哈哈 老苏啊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把三斤买了就回来 哦 你喜欢黄金 不喜欢这不 黄金啊 是穷人的底气 珠宝是富人的装饰 珠宝确实漂亮 但黄金才能保值 哦 怎么都这么贵呀 首饰要是太小 我晚一定会喜欢 小姑娘 你这里有没有那种客重比较小 但是看上去很大的首饰啊 又来一个死羊面子的穷鬼 这个拿来给我看看行吗 麻烦您先看清楚客数 姑母姑母自己买不买得起 不要在我这看来看去 最后又一毛不拔 哎 哎 姐儿 有香重的吗 哎 调得我眼睛都黄了 哎 这不是三个九的黄金啊 啊 这不是吗 我不常买首饰 哎 姑娘啊 把你们家客数最重的那个婚礼三斤拿出来 哎 又来这装大款 要钱没有你们事还不少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里满足不了你们这些穷人的要求 哎 就这家 哎 就这家 他竟然是黑卡用户 瞧他们俩穿着穷三样 可不像每年能在我们这大量购买黄金珠宝的客人 什么 你叫苏彤彤 我姓李 那你更不可能叫苏彤 你们俩这在哪捡的谁的卡来这装大款呀 卡我没收了 赶紧走 这可开我光鸡毛胆子 扫心你这些穷人的贵气 穷气 赶紧走 等着我叫保安年你们呢 哎呀 那个 这盘我都要了 刷卡 你别冲动啊 我只要三尽祈祷我不要 哎冲动 哈哈没事啊 什么情况 这 这卡怎么在这 经理 这对夫妇拿着这张卡想在咱们店里碰瓷 卡的我没收 啊苏总我家小店员不懂事你 叫我老苏 啊我就是个保安啊 啊啊 苏总装钱人 他身边的女人也不想知道你啊 这有钱人的嗜好 真奇怪 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家店员服务态度不好 你想您购物心情了 这样为了给您赔礼道歉 今天啊全场现实免费 啊谢谢啊 没事啊经理啊 服务行业不好干 我能理解 不会往心里去的 啊您真是个好人 谢谢您的理解 你往我心里去啊 我是无所谓 你身边这尊大佛又是往心里去了 那我们爹可就完了呀 啊娟儿 那个要原谅他吗 出门在外不容易 我这么一把年纪了 怎么会跟一个孩子计较呢 那好听你的 那个把最正的婚礼三级啊 啊给包上 这这条项链呢 啊好好好 您稍等一下啊 娟儿你转回去 来 让我来我看看 哎姑娘 把镜子给我 行 好看吗 好看 喜欢吗 喜欢 给您 哦好 赶紧走吧 您慢走 哎 经理 那老头到底谁啊 什么老头 你口中的老头 是这家今天的鼓动 整柜区的光照都是人家的 看不出来啊 你等个屁人家有钱人啊 就喜欢装穷人 你收拾一下 赶紧走 啊经理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现在这工作太难找了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机会 赶紧走 补偿年一加一的工资 也算是对你人之一尽 快点 行 行吧 妈 儿子啊 你来了 儿子啊 我带了三斤过来 看看小婉喜不喜欢 三斤啊 我不用看 用想的都知道 手环估计 细得像一条线 项链 一蠢就断了吧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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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去抢金店了吧 还说没有私藏拆迁款 就凭他那点存款 怎么可能买得起 这么好的三斤 妈 这条三斤 我昨天在金店见过 这是最新款 好贵的 妈 脖子上的红颜 是什么回事 你别跟我说 什么字 闭嘴 李小婉 你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老苏的 一点心意 给未来儿媳妇的 见面了 老苏 那个穷宝安 这该不会是假的吧 这么一说 真的是 越看 越像是那个 便宜的如今 你这个鸡贼的女人 哪假的骗人 我呸 这是真的 我们昨天刚才 今天买个 那个老苏 该不会把家底掏空了 就买这些东西吧 别到时候没钱了 妈 今天苏叔叔来吗 他稍后就疼了 等一下 你这条项链 你这条项链 哪来的 这是我们老苏 刚给我买的 他送的 你配吗 这条项链 可不便宜啊 要五千多块钱 李小婉 问你要彩礼 你是铁公鸡 一毛不拔 却舍得给自己花钱 买这么贵的东西 哎 为什么 那个老苏一个月也就三千块钱 给了你三十万的彩礼 哪还有钱给你买东西啊 干 不过这个老苏年轻时候赚过大钱 到老了当个保安体验生活 可没听说有这么优质的男人啊 我的那个丢了 是不是你偷的 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女人 才不是呢 这是我们老苏 昨天刚给我买的 买的 你有证据吗 有小票吗 有收据吗 我没有小票 这是昨天 今天免费送给我的 没有收据和小票 我有 你看 这就是证据 这条项链就是我的 我又偷了 还有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物理 我妈她不可能偷东西的 你的意思是我诬陷她 我有小票 这就是证据 她没有 没法证明项链是她的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项链 她是我妈捡的 捡也是捡我的 给我 我没有偷 也没有捡 这就是我们老苏 买来送给我的 妈 你就把这条项链送给张阿姨 就当是西市女人了好不好 我没偷 妈 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不要因为一个项链 金金计较吧 你是我儿子 你怎么跟不着我外拐呢 妈 以后都是一家人 这个项链谁带不是带啊 大不了 你再让苏叔叔再给你买一条不就完了吗 你这么瘦 瘦瘦 你不给我 我就不放 大不了把它弄坏了 咱俩谁也别带 妈 你就把这条项链留下吧 不行 这是你苏叔叔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 我绝对不会把它给任何人 把它给我 不行 你放开 瘦瘦 不 你再打我 这可以强大的 我得把这打生都就轻了 妈 苏叔叔 算我求你了行吗 今天是我的定婚宴 你咋不要闹了好不好 小婉 这些都是真的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去验证一下 今儿 这边房门不去了 咱们走 走 老苏 你还在上班吗 对对对 我在上班呢 你在保安厅等我 我去找你 好好好 小婉 苏总 您有事找我 马上下把警戒通知 从今天开始 我们公司没有苏总这个人 以后大家都把我当成保安老苏 从今天往后 所有人看到我 必须把我当成研究院的保安 事要是给我露了线 我就扣打一个月的奖金 苏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刚来的 对对 刚来的 看你这么眼熟呢 眼熟 哎呀 我媳妇来了 我去饮啊 你忙你的 你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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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嘿 嘿 今儿 你怎么来了 哎呦 你怎么来了 怎么哭了呀 是不是赵江那帮人又欺负你了 我没事 我能忍 等他结婚就好了 你看我们这研究院特别大 我带你四处走一走 咱俩参观一下 我也在这工作 我在这做保洁 你在这做保洁多久了 我之前在其他公司 我最近才调过来的 咱俩去那边走走 走 来 坐 俊儿 你想要一场婚礼吗 举办婚礼就不必了 当婚礼要花好多钱 我觉得我们之间 应该有一场婚礼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 钱我来安排 你又要乱花钱了 许你怎么能算是乱花钱的 这是应该花的 我这就是活到几人 咱们呀 去订财后去 新娘子不用太紧张 我们现在只是彩排 好美呀 爸 还愣着干嘛 快去接人呀 再来 好美呀 苏培先生 你愿意娶李小军女士为妻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健康还是疾病 都爱她 尊重她 直到永远吗 我愿意 李小军女士 你愿意嫁给苏培先生为妻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健康或者疾病 都爱她 支持她 尊重她 直到永远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 我是这小军的丈夫 我不同意 小婉 你带她聊我妈的婚礼欣赏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当然是聊聊她赡养的问题 你不会想把她扔给我吧 我现在怀孕大的肚子 怎么能够伺候她 小军 一日夫妻百日安了 你不能看我贪了就不要我了 孙富贵 我们已经离婚二十年了 你有什么资格不愿意 老子不愿意 老子不愿意嫁给别人 避 yarn 嘴 不让你嫁给别人 老子不让你嫁给别人 别 我 你敢动我 你敢动我 要做老子这些是死的 爸 爸 别闹了 你跟我妈都离婚那么多年了 你放着他做游戏吗 自由啊 老子现在差了你来伺候我 我给你请帮我 我媳妇 他也能照顾你啊 你不要小心外包 他是你爸不是我爸 我不会刺购我的那个老子 小婉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先把我爸稳住的说啊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会这么说的 我不要照顾这老摊子 而且法律也说了 儿媳妇没有赡养照顾公婆的义务 就是 我们女儿嫁给你 是来享福的 不是来你家当老妈子当佣人的 妈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没必要考虑 你妈既然已经嫁给我 那就是我的妻子 他没必要理会这个男人 更没必要山药前夫 你们要是再敢呼吸满产的话 那我只能复仇法律的手段 法律的手段 我可是看过很多纪录片的 最后法律的判决 还是这个前妻 得照顾前夫的 阿姨 这个女的 是你儿媳妇 哦 准确的说 是还未过门的媳妇 我现在跟她们 还不是一家人 好 这一巴掌 是教训你 破坏了我爸的婚礼 我爸都五十几岁的人了 结字婚 容易吗 好好的婚礼 让你这个惹事情的搅和了 这一巴掌 是警告你 我不管你会不会成为我阿姨的儿媳妇 你要是再敢搞事情 破坏他们的感情 下一次就不是嘴巴子这么简单 你这个女儿怎么能打人 她是个孕妇 你竟然敢打她 出了什么事 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的肚子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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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我的孩子会不会够饱了 小婉 好痛 小婉 姐 哎 哎 妈 妈 这你别笑我 快叫救护车 妈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我吧 我起来 你是干什么呀 温婉 她要打掉我的孩子 她要跟我彻底决裂不嫁给我了 你就非她不娶吗 妈 我爱她 我真的爱她 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娶她 那你要我怎么做 妈 你就去照顾我爸爸行吗 毕竟你们曾经也恩爱过 你们也过过几天好日子 不是吗 哎 哎哎 哎 你看看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你给我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宋叔叔 我知道我这件事情很对不起你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吗 你就再大度一点 我妈去照顾我爸这件事情 那这不是个事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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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没有我想象是妈 你就非得让我去一只站了 你们逃避我 只敢让我去死吗 你帮你表会请客户告 照顾她的一世起居 那个你妈这边 不会跟她以后有任何的接触 你滚 你知道寂寞的照顾病人的户告 要花多少钱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 我不能再让你跳进黄哥 再把自己的棺材本舍进去了 我只能白天去照顾她几个小时 但你必须要给我付每个月两千块钱的口纸 妈 谢谢你 我终于给你跟小万有一个交代了 娟儿 别生气啊 别生气 别把自己气坏了 你会因为我这个绝对要生气吗 我气什么呀 只要你不觉得委屈 我怎么都行 你不用担心我 他是我儿子 我养了他二十几年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因为一个贪慌的第二期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懂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了 可怜天下父母性 妈 你为什么在卧室呢 妈 我爸没地方去 只能暂住在他们家了 我想你要搬过去和苏叔叔一起住 正好就空房间了 你也搬走啊 你不好好一起玩 我已经结婚了 我有丈夫 我留下来照顾 是因为你儿子求我 你不要再有别的什么想法 我要喝水 我渴了 我去给你倒水 这吧 早上了好几天了 去跟老子洗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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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老子烧水洗脚 医生说了 老子他腿要天天泡药玉 爹 我去给你烧水 你烧什么水 这个大老爷们天天干家 我像话啊 爷们就得有爷们的样子 烧水去 这里面的钱呢 妈 我没动你的钱 罢了 全部就是用来花的 这不是我的钱 这是斗梁姥姥生日 人家赶不过来 让我转交的礼金 孩子姥姥不就是你妈 你说一声不就得了 两百块钱 至于大叫小怪 把钱还我 两百块钱 你也是宝贝 你也是没见过大钱 你这个老伴搞你一次 不会连两百块钱 都使不得出道 你这是上赶的 让人家白嫖啊 你可真够贱的 还钱 不然我就报警 这样 妈 我给你转了一千块钱 试试半个月的狐狸费 什么狐狸费 夫妻小子刺负老子天经地义 你给他什么钱 爸 你每个月都要给我妈两千块钱狐狸费 给钱 没钱 老子一分钱也没有 当初取贷的时候也没套钱 爸 当初你跟我妈离婚 拿走了大部分的财产 只留给我和我妈这么一个老婆房子 儿啊 大陆电视拿走了一部分钱 可能后来都还债了呀 爸 你别哭了 你这样哭着我闹心 跟我说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演 我看看闹心 儿啊 爹累了 你快点回去休息吧 对了吗 一会儿小板要来咱家 你多做点好吃的 嗯 太恶心了吧 我都怀孕了 我都怀孕了 这个味道 我想吐 这个菜太咸了 你想抠死我呀 干嘛 又给我带个抽脸是吗 妈 妈 那个 你要不去吃点水果吧 问他想吃 可不是我想吃啊 是你的大孙子想吃 还不快点去啊 好好照顾我的大孙子啊 我现在可是一个人吃 两个人补 还愣 你在干什么 快去 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 对了 明天开始 我也要帮进来 我想吃点有营养的 孕妇餐 妈 你会做孕妇餐吗 我会 要不你去网上学一学吧 这不为了别人 也为了孩子 还有 我要住那间主屋 那边阳光好 我东西多 放得进去 哪时候我都还你 我想住哪间 我就住哪间 这房间当初结婚 是我留下摸摸死的 我今天就会收拾鞋 搬着去 爸 你干什么 他已经结婚了 跟这家没有关系 坏在这 不过就是照顾你这个摊子 做免费的 佣人啊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妈 你有什么愿意冲我来 不要对着温暖和孩子 这个字 我一定会遇到你 我一定会遇到你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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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你怎么了 我没有家了 我心情不够养他二十年 又当爹又当猛 沈吃剑用同他上学 还给他在家去西方 他最后我连家都没有了 小军 你现在有我了 都让你带走 我给你一个叫 老苏 你住这么好的房子 你真的是保安吗 怎么还叫老苏 是不是应该改口了 一货 这里就是你的乡 老公 老婆 爸 我听说你在这儿阿姨虚众高级过狱了 你真把他用保安的身份跟他过一辈子 哎呀 童童 爸阿姨想以真实的身份啊 跟你阿姨一起生活 但是前段时间啊 他被他潜伏的事情搞得心内憔悴 哎呀 那个那个不能再受任何的刺激了 这样 等一等 我来找个机会把真相跟他说一下 爸 你要知道 一个谎言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弥补 我觉得你还是早一点和阿姨说实话吧 爸这边啊 运程帷幄 不如你操线 我心里有书 老公 你跟你妈说 我最近要吃的清淡点 让他言少放一点 妈 你最近做饭做的清淡一点 小碗最近胃口不太好 你多做一下他喜欢吃的 好好好 来人啊 快来人 他 哎 你爸有专人照顾我 你就专心照顾我 跟肚子里的孩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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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 你臭胶子 你 хар 这种老子 快 带我 去厕所 食录 童蒙 来大巴舟 来了 嗯 你是不是又拉裤子里了 大巴舟 排玉 gern 哎,一个月两千啊 人家的护工,样样精通 你一点点事情都做不好 果然,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孙乐梁,你把我卧室门关起来 那味道好恶心啊 待会我爸,我妈要来 又是让他知道我在这种环境下 怎么可能同意嫁给你啊 你爸,你妈要过来 是啊,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总得过来看一下 你把那老家伙弄干净 顺便做一做好吃的 我不是你们家的保姆 当初说好了 我就是来照顾东梁他爸的 孙东梁,你妈又在乱发脾气了 怎么了 我爸,我妈待会要来 你多准备点好吃的 怎么办要来啊 妈,你就帮帮我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工作 是问问他爸安排的 他现在不仅是我的老丈人 还是我顶头上司 您就当为了我 为了咱家 为了我以后的事业 您就再委屈委屈 委屈一下 再委屈一下 这委屈 你要到什么时候 才是个逗亡 妈 我们明天就领证 领外证我就结婚 结婚了我就生孩子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 绝对是一个大孙子 你想想 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有判斗了 判斗 要是什么判斗 我现在想到他生了孩子 我要照顾他安子 要照顾他娘娘 我就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妈 我转正的事 还有一口问问他爸呢 等我转正了 我一个月 能开一万多块钱 到时候 到时候我又请一个护工 您的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老高 我水果吃完了 过来帮我剥一下 来了 媳妇 咱妈都喜欢吃啥 你递个菜单 我让咱妈给我们做 好 那先下 老婆 你回来了 你辛苦了 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那一家的 不辛苦 老鼠 怎么能让你下厨呢 下厨 早点回来 谁下厨还不是一样 不正 不正合理空吗 你看我 我看了菜谱 学做了一些菜 来 趁热吃 又到不碎了 你也多吃点 好 老婆 我想问你商人人的事 要不你那个保洁的工作 就别做了 太辛苦了 死了 工作不能辞 工作是我安身命命的根本 你看啊 你嫁给我了 我都不跟你负起责任呀 虽然 我这是个保安 但我正常的一点工资 最起码保咱们吃吃喝喝 还是够的 我想得起你 这不是我们养得起的问题 我需要保洁这份工作 哦 啊 好 好 老婆 嗯 我是说 如果 就是假设的意思 假设我不是移民保安 我是一家跨国企业的大领导 你会怎么讲 为你高兴呀 像你这样知识又丰富 人品又好的人 做保安太取材了 是吗 嗯 那个 其实我 我那个 不过 如果你是大领导 我也不会嫁给你 这婚呢 讲究门帆固队 你要是大领导 我这身份就配不上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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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对 其实啊 我就是管啊 你看打耳身份多半配啊 是不是 哈哈 天生一对 嗯 嗯 我忘了 我打个电话 嗯 你快去换回一块饭菜给人了 好 来 新开发区的拆迁馆什么时候我能够下来 李小轩的拆迁馆必须几块 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怎么来了 要不是我爸他出差 你现在早被打死了 我忍太久了 你爸妈硬是要拆散我们 你再忍忍 等我拿到财签费 我们就该离开这里了 拆迁馆什么时候弄到手 很快 快 嗯 喂 你是一个人在家吗 我不是一个人 还能是几个人呀 哎 别老是医生一鬼 天天房子有这么带领帽 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拆迁的事吧 我这边可是得到确切消息 不过半个月 那房子呀 铁钉被拆 还要半个月 到时候啊 你就想办法 把钱弄到手 你要是不把钱弄到 咱俩就离婚 这小卷 看来 她跟你下点冷药了 我说小孙呐 我可是听说了 你妈对我这个宝贝女儿的意见 可是不小啊 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 我妈就不会给这三十万财力了 一提到财力我就憋屈 你们家到现在还欠我们三十万财力没给呢 秦江沐 我的工资卡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那我每个月的工资抵财力 直到抵满三十万为止 哪有这个宝洁 一个月工资三千块 一年到头才三万多 怎么 这财力连本带利的 你真打算要还十年呢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我的宝贝女儿 看上了你儿子 觉得人靠谱可靠 你以为以我们这个家庭条件 你同意这门婚事吗 就是 我跟你说 以后你要是敢对我女儿不好 敢让他们生活不好 有你受的 爹 我怎么可能对小婉不好的 我啊 恨不得忘了全部的最好的 全都给小婉 说的不是别人 说的就是你 他不是一直看小婉不顺眼 秦江沐 说笑了吧 我对小婉没有意见 只要我儿子喜欢 他们两个幸福就可以了 我是不会参与其中的 真有意思 一个书都没读几年的人 从想着在儿媳妇面前摆出婆婆的架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着 我们赵家的女儿 这绝对不会吃你掉麻婆婆这一套的 小军 我来晚了 哎 哎 哎 哟 哟 哟 你小娟的二婚哪人来了 这就是 孙栋梁的继父 这个琼宝安呢 瞧叫瞧叫 瞧叫你是怎么教育的女儿啊 怎么看上了这种家庭 妈妈是个宝洁 爸爸是流氓 弟父是个臭保安 哎呦 我的妈 想想我多可怕 在这种家庭出生长大的孩子 那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妥妥的事 故意大内 我爸不是流氓 我爸二十年前也是企业家 只不过他现在瘫痪了 需要人照我而已 你跟我喊什么 你当地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我可是调查过你们家的 你爸爸二十年前家暴出轨 挪用公款 这警局可都是有记录的 我跟你说 就你们孩子以后长大 靠东都成问题的 真是 你看什么 这话归根到底就是你这个女人的毛病 你看看你 家庭家庭部不好 男人男人留不住 怎么 现在还要带上我的女儿 挑剔你们家这个大火坑啊 等等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的前夫家暴出轨 他是个受害者 你怎么能在这儿指责一个受害者呢 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事 亲家公 我婚姻是失败 可我把我儿子培养的很好 他是高等学校的优等生 优等生 优等生怎么了 他不是一样毕了业没工作 要厚着脸皮来求我这个老丈人 你知道我为了给他找工作 我花了多少人情吗 他管你们家要了三十万台里 那都是便宜你们了 我跟你说 有声当人家 拆先管下来了 救命你去瘾呢 好 谢谢啊 拆先管下来啊 是好事 拆先管 什么拆先管啊 就他们这儿老叫店 被苏氏集团买了 说是要开发一个新的商业城镇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 这房子大概能拿一千多万块 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享誉医药行业 涵盖金融地产 外购流域 现在全国家共同研发 行为中效果的那个苏氏集团 那可留不得了 就是全国时间 这个地方 就是定位研发的一个 全新的抗癌药物 那股票可是非党的 就是这个苏氏财团 没错 那个 你看咱们今天 一家人坐在一起 那是天下的好事啊 你们说是不是 是啊 那个 出去我们的算计不谈啊 这两个孩子 那可是互相交爱的呀 要不 让他们两个今天 就把结婚证领了 哎 哎 那个结婚证的事 先不要着急 这拆迁款 可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样 我们先问一问律师 等律师问完了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你个老东西 你上来自从啊 这有问你说话的地方吗 我在这孙杜梁的亲爹 我闻说 你怎么可以 我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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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谁啊 这又是谁啊 这个 是今天 孙杜梁 孙杜梁 哎呀我的 哎 听说这个拆迁款下来了 二十年前这房子可就我们付的钱 所以这个三千块不是由我用的 你个抛弃弃子的死渣男 你有什么资格 哎呀 抄子跟熊山一样 整律师 有谁请吗 一群奸奸一来的家伙 请 大家好 我是李小军女士的代理律师 不得着拆拆款的问题 孙先生和赵女士更换房本性命的时候 并未得到李女士的允许 并且我当事人并未到上 所以你们根本属于无效操作 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依旧属于李小军女士 我告诉你李小军 这个钱钱款必须放在我女儿一半 要不然这个结婚都不用结了 妈 我想结婚 他干什么 赶紧带你回去回家 走 妈 我走 我现在要走 我就给别人成立了吗 老公 我们去理证 难道你要让肚子的孩子变成私生子 结婚这事等等一些 孙童梁 你现在因为有钱就看不起我就是妻子对吗 小婉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小婉 小婉 你们那单人 他今天跟我乱搞跟你说 哎呀 老婆 你有没有觉得李小军后找的这个老伴 看着点眼熟啊 没有啊 不就是个保安吗 就是比同龄人精神点 身材没发福 头发没卸顶 颜值倒是挺高的 你这个女人 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吗 哎呀 我没有嫌弃你 咱俩可是原配 不对头不对头啊 我还是觉得这个人 我一定在哪里见过的你知道吧 哪里见过的 你快看 这个苏氏医药集团的董事长 是不是和他长得很像啊 不是是吧 倒是有七八分项 你该不会怀疑他俩是同一个人吧 哎不可能 他就是个保安 我看见过他在研究院门口执勤的 哎呀呀呀呀呀 要么说你这个女人蠢的药死了 你知道吧 那个研究院也是苏氏集团旗下的产业啊 怪不得这么多巧合的 为什么偏偏他李小军家的地方会被炸 这么一想就通了 那都是苏培干的 怎么会这么巧合吧 哪里不会啊 我告诉你啊 他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董事长 哦 那可是一一两一的大佬啊 要是拍上他这条线 那我们可就平不翠了 哎呀 什么一千万的财签团 那都是九牛一毛 真没想到你还特地请了律师过来 啊 我是怕那家子人欺负你 所以我就找个懂法的人在身边会更好 老苏 我往你的财务转了一百万 你记得查收一下 你给我转那么多钱干嘛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把之前从你这要的彩礼钱 还有你帮我安排儿子住院的钱 以并转给你 那都是我自愿的 我不要你钱 你之前愿意帮我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现在我有钱了 就应该把这些钱还给你 不能再让你吃亏了 小军 你是不是因为有钱了 你不想跟我一起过了 啊 怎么会 我就是觉得这些钱 应该拿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一部分拿来养老 剩余其他的 全部拿来做慈善 哦 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反正都是你的钱 你说了算 我都支持你 我小时候啊 学习成绩特别的好 但那时候我家里穷 我和弟弟只能供一个人读书 于是我就出去打工了 如果那个时候 能有人帮我一把 我现在也许可能是一个老师 再不计 也是一个小场子的会计 也不至于现在做抱歉 被儿媳一家瞧不起 静儿 我们回家 我听说 车前放已经下来了 钱呢 有钱包包 你让我等了一个月又一天 开始说有三十万财力 后来财力泡汤了 你又说有一百万保险金 送用我去撞死孙栋梁 结果呢 保险金没拿到 拆钱款也黄了 你是不是一直在忽悠我 我怎么可能忽悠你 我告诉你 追债的已经早上 你要是再拿不出钱来还债 我就把你的地址告诉他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的王牌 孙栋梁已经不能生了 这个孩子 就是他家卫一继承人 孙栋梁不能生了 我买了杀金的药 每天都餐一点 在他喝的牛奶里面 时间久了 他就不能生了 那你可得尽快 咱俩赌博亲这的事 要是闹路出去 对我的名声可不太好 我好可怜啊 你们给我求求李啊 这女人 他有了家就不服妻子 给变得老都过好人的去了 孙栋梁 你在干嘛呢 就是这个女人 和他相伙的老婆 就住在这一堂楼里 我跟老苏 是你那真的合法夫妻 你想追求老年 就不想要婚姻自由 我可从来没拦着你 你也不能有了钱 就抱下我这个贪子了 这女人 凭此吵着也挺正经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老女老了 就成了老老女了 一千万了 一千万的车钱款了 她这一分都不给我留啊 可让我这个贪子怎么活呀 孙富贵 当初是你离婚 那房子是你给我的补偿 那是我个人财产 这就在生意的财产 这一日复兴还摆着恩了 对不对 这这这大包小包的 这这这都是奢侈品 这东西都不便宜吧 这都快丢上我一年的生活费了 我一分之下 哎呀 怎么还摔下来呢 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管啊 今天你要不把拆拆盘给我吐吐了 我就来在这部门了 我要让全天眼里都知道你这个女人 不凶寡义自私自利的女人啊 哈哈哈哈 你们是谁把她带来的 我跟她早就已经离婚二十年了 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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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 那 我 已经是我一个珍奇的儿子告诉她 所以 那么 他们 现在盯着我们的 disciple签描 孙儿 anne 你 这 suasu 这 从今往后决不允许任何的气负 我就是你最坚强的核杆 我在这种地方 怎么能是爸总裁 老伴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哪里错了 这个女人话真多 怎么是你们 你们俩这要干嘛 苏总 苏总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之前顶撞您 都是我家小婉的不对 我们特意买了礼品 带着小丫头来给您赔个礼 道个歉 苏总 您跟小婉的婆婆结了婚 以后也算是小婉的半个父亲了 你说是吧 他们对你这么客气 还叫你苏总 这怎么回事 叫错了 我待会给你结婶 苏夫人 你说好巧不巧 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竟然能成为亲家 昨天我的宝贝女儿 和你的宝贝儿子 都已经把结婚证给领了 都领证了 是啊 怎么都没当初一生 该不告诉都无所谓了 反正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说是吧 我们今天来 就是想商议一下 两个孩子的婚礼什么时候去办 要不我们进屋去说吧 这大房子蛮大的 你还要做梦吗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哎 哎呀 啊 坐 请问总 哎哎哎哎 先喝点茶哎哎哎哎哎一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的 是吧哎呀 阿姨之前说我不好 医生说我怀孕了 有产前抑郁 我做那些出格的事情 你别往心里去 你和冬娘都结婚了 应该改口了 没关系 叫什么都可以 阿姨不会计较的 小婉 不是当叔叔说你呢 产前抑郁就可以打老龙 就可以骂婆婆 那是不是以后每个儿媳婚 都可以把厂家孕育当成借骨了 苏董 亲家 你放心 我已经好好教育过她了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我做得出来的 严重 小婉 看这肚子该有五六个月了吧 五个月零二十一天 你是想要大着肚子 就把婚礼给办了呢 还是希望等生完孩子 恢复了身材再办 我希望我在婚礼上 是最大量的事情 都可以 那关于婚礼的事情 你就跟栋梁商量 我给栋梁打了一百万 给小婉养胎用 拿了一千多万财献款 只给你儿子一百 你真是抠了 那个 亲家 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事 我可就直说了 说什么 就是那个 关于老旧小区开发的事情呢 你看有没有什么项目 适合我做的 不过你放心啊 我在地产开发这方面 可是师父有经验的 那个 是这样的啊 我呢 这家我不喜欢办公事 你要有什么事 明天去我公 去我公司的博安亭找 啊 好好好 那明天我亲自去拜访你啊 四姐啊 我只有半个小时 到了 半个小时足够了 回去 回去 不送了 不用送 都是一家人 我不送了 不送 都是一家人 我们还会再来的啊 小学啊 开门啊 你听不解释啊 喂 喂 女儿 我告诉你出事了啊 不好了 完蛋了 那个 李阿姨知道我现在骗她的事 正在里边生气呢 你说我怎么办呀 爸 我早就给你说过 让你早点给她表明身份 你倒好 装穷装上瘾了 按你来说 你这都属于聘婚 要是我 非给你闹离婚不可 你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用啊 你咋都晚了 你快让我想想办法 我告诉你 其实这段时间 我跟你李阿姨在一起相处 我发现 她觉得特别好 特别特别的善良 我不知不觉 当中 我就爱上她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不让你走 不让你走 我不让你走 我不让你走 小姐 亲爱的 我其实 其实 我真的不是想骗你 我在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想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 但是你那时候说要门当户队 我就没敢说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你忘了 我之前问过你 假如我是公司的大老板 你还会嫁给我吗 当时你说 要门当户队 我吓得就把话给憋回去了 那你就骗我骗到现在吗 老婆 我知道你吐的是我这个人 并不在意我的身份 对不对 不管我是保安还是总裁 你都会爱我 对吧 别抛弃我 行吗 求你了 我想让我走也行 那你把所有骗我的事情 都全部交代清楚 除了保安这件事情骗了你 其他事情没有瞒过你啊 立刻想好了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下次你要是再让我发现骗你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确定 我没有任何事情骗你 每次都对你 一个两天的 安立刻吧 他不会被那死坛子拿走了 吧 那可确实了一百万的环境钱 一万保险单 一百万 我拿不到拆先费 拿这个也可以啊 交通意外 又不是 不要走 一个月又一个月 从你刚怀上这个孩子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 我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拆千块在李小军手里 他现在在苏家 我真的很难对他下手 我们策划了那么长时间 难道那些付出都要白费了吗 就算没有那个 我有其他门路 你看 这是孙栋梁他爸的一万保险单 有一百万 收益人是他儿子 你想步济重施 上次孙栋梁没事 是他命大 他爸是个摊子 这是成功机会很大的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一定没问题 那就肯定了 三天后 同样的十字路口 都听你的安排 苏总 你让私人侦探调查那二人有结果 难道 苏福贵和他的现任妻子 染上了赌博的恶心 他们的资产 引以赌博挥霍一空 去年 他们还得追债的人 追赌这残废 这是苏福贵现任妻子的照片 他们一直有联系 并且他们还合谋 同意去拆先怀 我还通过特殊的关系 获取了苏福贵和他现任妻子的一些照片记录 另外一个人呢 另外一位赵温婉 他的调查结果可有故事件 说说 赵温婉不止孙栋梁一个男 脚踏两只船 而且他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一定是孙栋梁的 我还通过特殊的关系调查到 孙栋梁当年出车户也并不是意外 而是赵温婉和他的情妇所谓 做得很好 请你忙吧 什么情况 怎么会被车给撞了 你们没有人照顾他吗 和小婉带我贴去溜婉 我俩就在马路旁边买东西 他就坐在轮椅上睡着了 谁知道轮椅自己滚到马路中央 就一直撞了 轮椅不是有锁的吗 怎么会自己动的呢 不知道 小婉 你肚子也大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这儿交给我和栋梁 好吗 给你爸举办一个葬礼 不要心疼钱 钱妈出 却当你这个做儿子的 给他尽最后一份孝心 哭吧 别认真 盼莉认真 那已经疼 怎么样 一次到位 直接归席 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 拿到钱 远走高飞 过好日子去 乖 现在你要躲起来 千万别让他们发现咱俩的关系 老公 你别难过 我跟肚子里的孩子 还指望你养活呢 小婉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像我父亲那样 我会做一个称职的好丈夫 妈 您怎么来了 我什么东西要准备 你不需要准备 我们这次来 就是通病了 和你一起制造车祸害人的通缝 这已经被警方冲击了 警方很快就会抓到大 谁 意思就是带你回名字 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车祸 什么自首 你恐怕还不知道 你恐怕还不知道 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 就是害死了 凶手之音 和她的情侯共同策划 并执行了撤户礼犯 不可能 你父亲有一份价值一百万的秘买保险 受严慎 结果她死了 这笔钱 就是属于我们夫妻二人们的努力 小婉 我送你去医院 我跟她离婚二十年 她在我这儿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我那儿子就是一个没得旧的恋爱脑 让她遭遇这一次欺骗 或许她才能够真正地成长期盼 我终于想到 你是这么清醒的一个女 我还以为 你是一个软弱可惜 你二孩子的老师 我之所以包容你 是因为我儿子喜欢你 我希望我儿子可以幸福 但是在我遇到我现在的老公以后 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 爱情必须是双向奔赴的 我会坐牢吗 鉴于你有身孕在身 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界外之行 我在想 这笔拆迁款到底应该怎么用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会支持你 我想全部拿来做慈善 我想设立一个专门的慈善机构 资助贫困孩子读书 为了防止挪作他用 成立一个机构专门盯着 这笔钱 只能用在贫困孩子身上 什么游戏 我只要給你一塊錢啊 沒有錢啊 當中是你讓我撞死他的 結果你留下的證據害了被撞 現在我身上一分沒有想跑都跑不掉 你就不想管我了 是嗎 啊 別嚇我了 我忘了想辦法 我按下來了 他裏有五十萬 你拿走以後別再找我了 五十萬就想打發我啊 密碼多少 我的生日這是我養胎前 我終點留點錢生孩子 我要出國躲一躲 給我五百萬 還有那麼多錢啊 店長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 把五百萬給我搞到手 否則 我讓你一食兩命 你瘋了嗎 這可是你的孩子 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管你誰的孩子 你瘋了嗎 啊我想爸爸 我給你一點時間就一天 明天我如果得不到答覆 你知道呢 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這 小婉 你不能在這兒哭呢 沒有 同時要聽他 用不用我帶你去醫院看一看 不用啊 不用了 你瘋狂會發生消息 好 好 來 啊 我 我該了 這個 我 是 她现在手底下一大群保洁阿姨 每天都可开心了 我肚子至今成长不舒服 可以让你妈来陪我吗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我觉得医院比我妈有用 现在才六个月 现在就去住医院 这样花很多钱 未来生孩子以后 还有更多要花钱的地方 还是省一点吧 你干嘛盯着我看 他们都说 女人结婚了会变懂事 没想到是真的 我懂事 那当然了 要隔以前啊 你肯定第一时间 让人的去医院 而且要住最贵的病房 人总是要成长 好了 我有点累 你饭煮好了 这下午 好 先休息吧 妈 小婉最近心情有点不好 你要不过来陪她几天 好 没问题 妈明天就过去 家里还缺什么吗 一定要告诉妈 妈一笔买过去 不缺东西 妈 你扔过来就行 妈 你来啦 灯粮水里不舒服 我来看看你 这附近房屋人烟 你再怎么喊 也没人回来救你 照着我纸上写的念 你要是敢乱说 说错一次 我就张你一笑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你要是敢乱说 第一刀 我就心滑滑你的脸 我被绑架 小婉 小婉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是什么事 我被绑架了 输尽五百万 塞尽皮箱 然后怀孕的儿戏 但这皮箱到底天生 具体情况稍好联系 千万不要绑紧 绑紧他们就会死票 我被绑架了 这该怎么办 我去哪拿到五百万去啊 苏宝宝 苏宝宝 我妈被绑架了 苏宝宝 你可算来了 别哭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放心马一个我在 先把人去粉了再喝 他是谁啊 不是说不能报警吗 他是我的私人保镖 已经处理过很多起绑架案件 防匪让你老婆一个大肚子 一个人过去送钱 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 我让我的保镖 全程去保护她的安全 这里是追踪器和充电器 带着它 我们随时保持这样 好 阿爸现场非破坏中 没有 我们买菜回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顺便给我看一下 好 你老婆呢 时间快到了 他需要去送钱了 不知道 我回来的时候 他就不见 明显 收人做 马上找到你几个人 老婆 你在干什么 老婆 你知道我们还在回来 没有看到 你都快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 怎么 别人逛家了 我们做什么呢 需要你送钱 出金五百万 分发现我们会给你带上 这东西要送进去 另外还会按照派人保证 你 真麻烦 搞这么多事 不就是五百万吗 对你们来说 我还会带这东西 就是九牛一毛 给钱不就完了 嗯 二五 公公公公 两个照合好 再见 嗯 公公公公 等我拿到这笔钱 就跟心爱的人私奔 公公公公 二爷撒架 你行动 找着懒得信贸费 就可以 你找个帮忙 喂 什么呀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好渴 你们怎么找到这的 你不知道 现在科技十分发达 四处都是监管 实时定位 你露出一点麻巧 我们就能找到你 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是绝对逃不掉的 就要吃点了 所以 绑架我的 是赵文娃和他的前夫吗 是 但是他们都已经被抓住了 你上一次下跪 是为了求我照顾您的弹劳的爹 这一次下跪 又是为了谁 妈 我知道我从此孩子死的 但是妈 小婉那现在还怀着孩子呢 她不能蹲监狱啊 她勾结绑匪 想要绑架我 她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她就应该受到惩罚 妈 求您把这个良解书签了吗 放得出来 我去看小婉了 她现在都受了客 敲罪了 我不会出这个良解书的 妈 算我求您了 你就看见她是个孕妇的份上 把这个良解书签了吗 拿来吧 我亲 我亲 我都过来 小婉 我给你熬了汤 你快尝吧 他呢 谁啊 你别装傻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你这个窝囊废 先别说这个了 先把汤喝了 你和孩子都需要营养 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不找你 无非是只想找个接盘侠 说你怎么哭了 怀孕期间哭得生理不好 你自己不知道 我跟他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我知道 小花和小妈忙在路上 当初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 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接盘侠 因为我爱你 我是单亲家庭 从小家庭挑战就不好 他们天天都在欺负我 只有你每次来救我 我救过你 我怎么不记得 他们那些人特别怕你 每次他们欺负我的时候 你一路过 骂他们一句 他们全都吓跑了 他不是救你 无非 只是想要显示我的权威罢了 孙童梁 我们离婚了 你能找到更好的 你现在是怀孕期间 即使你想要离婚 也要把孩子送下来再说 好吗 你这么浪费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叫男人了 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让我觉得好恶心 喝水喝了 我需要医生 你们女人生孩子就是麻烦的 妈 孩子不足满月 现在该怎么办 别着急 有句所谓说七国八国 小婉童梁孩子已经有七个月了 应该能活 老伴 小婉不会有事吧 哭哭哭什么 不能解决问题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是你在里面惹的小婉生气 他怎么会突然之间离婚 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 这些检查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告诉你说 这是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我儿子伺我 你女儿伺我的小心翼翼的 是我好的丈夫 到哪儿去找了 你跟我吼什么呀你 我好难不跟你动 你知道吧 跑什么场 安静点 生育女儿我们去六两 因为早产需要放在保温箱一个月 现在抓你去出来交一下手机吧 那我们后就去 给我女儿拍最好的月儿相 小婉 你纯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去啊 我女儿要回家坐月子 我给她请了最好的月儿嫂丝 伺候她坐月子 那真是谢谢了 让她来我们家吧 小婉 真的没有把回的余地了吗 对了 孩子还在保温箱里 记得把钱接一下 你请的那个月儿嫂 也记得把钱结清之后 再送到我们家 记得给个好评 是你 你怎么去玩了 进屋再说吧 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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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件 穿哪件 这件 不行 这件 就直接了 妈 我要去接小牌回家 你给我好好待着 你自己身体什么爽快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身体好着呢 身体倍吧 吃妈妈下 你自己看 医生说 你得了一种 十分罕见的病症 这种案例在国内 十分少见 需要国际组织 提供治疗方案 你所说说 正为了这件事情 四处东奔西走 联系国际组织呢 得了绝症 我怎么会得绝症啊 我身体那么好 为什么 会好起来 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婉 小婉 还在等我之前回家 你好好待着 麻烦带人去 跟小婉接回来 行吗 怎么样呢 东连啊 先想点啊 我们还有时间 你之前的体检 有查出什么问题吗 我很久没有体检了 你有长期服用过 破坏激素的药吗 我不怎么吃药 那就是有人给你下过药 这和我得治疾病 有什么关系啊 目前的话 关系很大 你前段时间 有没有吃过 什么特殊的食物 比如说 来自浮射污染地区的海鲜 我不喜欢吃海鲜 如果生活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去 你工作的地方查一查 这病很难治吗 目前这种病的 世界上并不多见 但也不是绝症 不用担心 我们先找到 发病的诱因 东连啊 看看这个 这个病情啊 和你的病很像 就是用孩子的期待血 进行治疗的 你孩子期待血还在吗 那个孩子 他不是我的 你说什么 那孩子不是你的 我的傻儿子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妈 大人犯了 说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如果不是生病了 你是不是打算 把这个事情 永远都不告诉我 如果孩子期待血 治疗方案不行的话 我们再选择其他 方案啊 你给我起票 宋叔叔 感谢你为我的病操心 我妈以后 就交给你了 只有我的病 顺其自然吧 儿子啊 你看 你女儿多可爱啊 你就算为了她 你也得好好接受治疗 知道吗 妈 我陪你照顾好她 你带一个家 你放心 这是你的选择 妈尊重你 但是 你要答应吗 你一定要好好接受治疗 早日靠复 我会紧缜一种 好好治疗她 那你好好休息 妈先带宝宝回家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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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月怎么没来那么价 难道跟年纪提前呢 那我 还是得到院去看 老婆 起来了 走 没什么胃口 吃点吧 你还是状不病人呢 你别自己先倒下了 老婆 老婆你怎么了 你别恶心 这早餐是不是不合胃口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不发烧啊 你笑什么呢 我要当爸爸了 你胡说 我这都这把年纪了 怎么可能怀孕啊 我怎么会胡说呢 刚才你的脉象啊 脉象滑猪 真喜脉啊 我都48岁了 可是你的检查报告 身体非常健康 那怎么说 这个孩子和栋梁 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那他的期待血 是不是就可以 理论上 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 要等孩子生下了之后 才能确认 老婆 来 起来 来 你干嘛 你快放我下来 我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大熊猫 你就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 苏总 孙栋梁生命的原因找到了 什么原因 苏栋梁参与了肇事的一个项目 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带有放射性物质的箱子 之后 那个箱子就一直放在孙栋梁的办公室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时间长了 孙栋梁就患上了罕见的血液病 那个箱子现在呢 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 不算处理 那再来其他的 妈 今天什么事情啊 这么开心 孩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 你 要收养孩子了 不是收养 是亲生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怀孕了 我已经去做过检查了 医生说确实是怀孕无周了 那太好了 这确实是一件 值得靠近的区 所以儿子 你更应该好好接受治疗 等你好了 左手牵着女儿 右手牵着弟弟 一起去游乐场 好不好 好 你们是赵文婉的家人吧 对 我是她老公了 怎么了 警方来人通知去认识 认识 是啊 挺惨的 被分成了好几块 那赵文婉的父母呢 警方说 她的父母涉嫌违规开采 总之已经进去了 妈 怎么怪我 老子 你身体不好 不要太伤心了 快到时候 要是我要把她接回来的 我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看看 这也是想不到的事 谁也想到那男的还会出来把人给杀了呢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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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老婆 来 你看看我给孩子准备这些东西啊都怎么样啊 孩子抓丘 你这个做爸爸的要更紧张 哎呀 能不紧张吗 先生 太太 家几点开始 他们几个几点到 大学的车 已经就车库 马上就到 孙先生 可能还要晚一点 估计 还得十来分钟 好 那就开始吧 爸 妈 回来了 爸 妈 我来了 爸 妈 童童 你回来了 我的伴女儿 伴女儿 你也回来了 还好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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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准备好了 那家宴你就开始吧 好 哎 家宴之前我们先拍个全家福吧 好提议 妈 妈 拿相机 好嘞 哎 来 来 站进来了 来 大夫 准备好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